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局冰天混戰 這局混戰我們就走這個地方開始發 這個時候是一個三國局面 為什麼走這個地方開始發呢? 因為當時打的時候我前面忘記開錄像軟件了 忘記錄像,但打的後面我突然想起來好像沒有錄像 我就切了一個屏,開了一下錄像 所以說只能走這個地方開始 打的這裡就成一個三國局面 前面我是在下面那個位置 然後被別人偷襲了一下,直接打到上面來的對吧 現在這個三國局面小黃最強,你看到沒有? 小黃現在是潮潮了 我跟小綠看衛星就看得到 我跟小綠現在發展的不是特別好 而且當時我的基地被打掉了 因為我是法國,我這個基地被打掉的我沒有基地 後面我撿了一個蘇菌基地 你看,我這個法國變成蘇菌了對吧? 然後這個小黃呢,我們就開始要整他了對吧? 因為小黃發展的比較好 我造了很多雷電車過來 雷電車過來先電死他的牛車 然後在家裡多出幾個重工啊 現在我跟小綠基本上發展的差不多 你看那個小黃,小黃一個人站住了下面所有的箱子對吧? 他把坦克全部停在那個右下角撿我的箱子啊 那麼我就造幾個雷電車 造幾個雷電車過來偷襲一下他 先打掉他這個重工,再打掉幻影啊 打掉這個重工,不要讓他造防空車 然後他去抓我的那個防空車了對吧? 抓我的雷電車,我們的坦克就直接衝下去 這個小綠呢,他肯定不會偷襲我 為什麼呢?因為前面這個小黃打了一下小綠 打了一下小綠呢,小綠比較忌恨這個小黃對吧? 小綠比較忌恨這個小黃,我們就聯手打這個小黃啊 不然的話呢,等一下我跟綠色打完了 肯定打不贏小黃了對吧?這個三國局面沒有辦法 誰強呢?就孫流聯盟一起去整他 我打混戰的時候呢,我發展的比較好 別人也是兩三個一起打我 這個是很正常的,這個是混戰對吧? 然後我們裝幾個雷電車 裝幾個雷電車繼續撿箱子 我看看能不能撿到一個法國基地啊 撿到一個法國基地我就可以造大炮啊 我本來是法國的,現在沒法國基地變成食物軍了 然後我們再造一點蜘蛛 這個時候呢,我發現小黃啊,他錢比較多對吧? 他沒怎麼打人啊,他就打了一下旁邊的鄰居 然後一直在那裡發展 我是在下面的啊,被打上來的 我前面打掉了左右鄰居對吧? 但是這個時候我沒有基地了 我們趕快裝一點這個雷電車 現在這個小黃有好多三星坦克啊,你看到沒有 有好多這個帶火力的三星啊,都是犀牛坦克 而且他家裡造了很多很多的蜘蛛 這個坦克如果去打他的話呢,比較怕這個蜘蛛對吧? 所以說我們就多裝一點雷電車 我多裝一點,裝個七八個沒什麼用 我直接裝個十幾二十個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看得到這個雷電車啊 裝多了,相當相當厲害啊 只要這個雷電車升了三星,吃了火力 打那個西牛坦克相當厲害 我一下子造了二十雷哥對吧? 然後一個一個裝 這個雷電車就是裝這個大頭兵 比較費勁啊,是個苦力佛對吧? 把它裝滿,裝滿了以後呢,看看小黃 你看,小黃現在又要去打小綠了對吧? 不能給他打小綠啊,我們不能做張士誠對吧? 等一下他打完呢,我就趁你打的時候 我就過來搞偷鞋,你看他要去打小綠 他要去打小綠呢,我們趕快遙相呼應 所有的坦克加這個雷電車全部到下面來 然後他去踩我的框啊,踩我的框 我們的坦克先到中間,先打死他的牛車 不要讓他踩框 直接把他箱子撿了,你踩我的框對吧? 我直接把牛車全部打光 打光以後,我看看這個雷電車能不能升個三星啊 這個時候呢,小黃本來要打小綠的 然後又被我打了下牛 剛才我又偷襲了下他的重工 他好像有一點生氣了,你看到沒有 隔著屏幕都能感覺到他的怒火 他要來打我了,你們看 他生氣了對吧? 他這個坦克比我多,而且都是帶火力的 有很多三星坦克 他要來打我怎麼辦呢? 我們只能守住這個高低位置啊 這個路口不能丟 一旦丟了,給他衝進來,我就守不住了 我們一定要佔領這個高低位,你看到沒有? 他生氣了,屍氣履自了 這一生氣呢,這個智商就為0了對吧 直接往上面衝 我雷電車站住高低位置,看到沒有? 雷電車配合這個犀牛坦克,瘋狂的殿堂 你的坦克比較多,帶火力 但是沒有用啊,我是主戰場 看到這個雷電車的傷害沒有 直接把他的坦克全部電光了 然後他也有雷電車,有雷電車不要慌 我們家裡還有一門大炮 你看他家裡造了好多蜘蛛啊 他家裡最起碼造了100個蜘蛛 導致那個小綠不敢去打他對吧? 他家裡蜘蛛太多了 但是不要慌,我們有雷電車 然後我們也造一點蜘蛛啊 你看他造了多少個蜘蛛 這個時候我要是能撿個法國基地就好了 撿個法國基地我就可以造大炮啊 等一下他蜘蛛再多沒有用 我可以把基地拖過去到他家裡造大炮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得小心小綠了 因為三國局面小黃比較強 但是小黃的坦克全部死光了 死光了以後我們就得小心小綠 防止這個小綠會偷襲我 我們再造一點大頭兵 這一盤的亮點就是這個雷電車對吧 我們多裝一點啊 這個雷電車打建築不行 打坦克是相當厲害的 而且我這邊有很多三星的雷電車 我再造個十幾二十個 裝這個就比較費勁 要一個一個進對吧 然後再撿箱子看看能不能升個三星 但是我撿箱子的範圍還是沒有小黃大 我這個右上角箱子不是特別多 要想辦法站住下面的地盤才行 然後把這個雷電車全部派過來對吧 這裡最起碼有二三十個 然後我看那個小綠遲遲不動手 你看小綠一直在家裡悶聲發大財 然後小黃又生氣了 小黃的坦克又到這個下面來了對吧 這不行我還是要打他 我們就乾脆把這個小黃帶走 直接衝下來衝下來 然後帶著雷電車對吧 家我也不要了 這個小綠好像沒有偷襲我的意思 我們就準備把這個小黃帶走對吧 但是我又有一點慌 當時打的時候我還是回來對吧 我害怕小綠會偷襲我 這個小綠他前面前面那一段我沒有錄到 前面他跟小黃是結了怨的 你看小黃又去打他了 這個小黃跟我打得好好的 他又去整這個小綠了 你看你又去整小綠 那等一下我們兩個人一起整他 他又要挖挽交 你又要同時招了兩個人對吧 我們把這個雷電車派下來啊 看看能不能升個三星 這個雷電車的三星比較少啊 一旦三星比較多相當厲害 然後你看他打了一下小綠 小綠也生氣了 小綠的雷電車全部下來了你看到沒有 雷電車在打他的蜘蛛 這個雷電車是蜘蛛的克星 他再多蜘蛛都進不了身了 那個雷電車電蜘蛛相當厲害 你看把小黃的蜘蛛全部給電死了 你說你好好的跟我打得好好的 你還要去摟一下他 前面呢你摟了一下小綠 小綠都沒有跟他計較 他又去摟一下小綠 你看又去摟一下小綠 小綠生氣了把他蜘蛛打完了 然後小黃呢又去打小綠 你看到沒有他生氣了 他又去打小綠 感覺這個小黃呢很喜歡一起用事啊 你又去打小綠我又來的吧 你東搞一下西搞一下 你以為你是我對吧 然後我們這個雷電車直接過來 你看直接氣死了 當時幫我都笑了對吧 你又喜歡招了兩個人 然後呢你心態又不行 你招了兩個人呢 你就像我們這樣 要做好一打二的準備 你再去摟兩個人對吧 然後把他帶走了以後呢 就剩我跟小綠兩個人決一勝負了 然後小黃氣不過 氣不過呢只能口開一下 你們兩個人太厲害了 心裡想的就是你們兩個來聯手整我對吧 你跟我打得好好的 你要摟小綠你怪誰 這個打混戰 孫流聯盟一起搞他很正常啊 隨便你發展的好 然後小綠現在受不了了 要打我了對吧 我跟小綠兩個人發展的差不多 但是我這個雷電車比他多 你看到沒有 他也有雷電車 但是他的雷電車沒有多 我這個雷電車很多三星的 你看到沒有 而且我這個雷電車吃了火力的 你們等一下就看得到這個雷電車相當相當恐怖 打犀牛坦克相當厲害 你看我也不敢衝 他也不敢衝對吧 誰衝誰吃虧 然後我們拖個基地拖的小島 現在小島放一個地堡 等一下萬一打不過可以對拆 我小島有個地堡他打不死我 我們就擺好陣型 然後用蜘蛛剪箱子 你看你來吧 我不衝啊 誰衝誰吃虧 我擺好陣型等你來 然後把家裡坦克全部吊上來了 坦克數量看上去差不多 我就雷電車擋在前面 你看他衝了 他去打我的雷電車 你看到沒有雷電車瘋狂的電流 顛死你 然後他的坦克損失慘重了 死掉了一點 死掉了一點 但是看上去還是差不多了 再等一下 我們把這個大頭兵派過來扛傷害 看到沒有用大頭兵扛傷害 雷電車瘋狂電他 然後再用犀牛坦克擋在前面 擋在前面吸收子彈 再衝過去包住他的雷電車 雷電車在後面繼續輸出 再掐住他的頭 你看他一下沒操作好 瞬間就塞不住了 所以說這個雷電車比較多 誰進攻誰吃虧 這樣他就受不了 直接投降 總要產生的方法 在做怎樣 ком力ーデ員 我們為甚麼 乞